國際疫情持續 邊境其實沒有辦法開放 為了幫助觀光旅蘇 業者們渡過南關 觀光局做規劃明年春節期間 是在二月八號到二月十三號 推出春節書運孝親專案 這個專案裡面是針對五十五歲以上的民眾 你入住北北基 陶竹等五縣市的飯店 每晚美房是可以補助一千五百元 你可以使用三次 所以最高享有四千五百元的補助 不過也被中南部的業者罵翻說 怎麼只讀後台北呢 台灣國旅大爆發 唯獨北市觀光景點人潮似乎是沒回溫 交通部這回再出招 只要是安心旅遊住房率少三成以上的飯店 統統有補助 在我們安心旅遊的方案的期間 我們國門還是風險嚴管 所以對於做這個國際旅客的北部的飯店 衝擊比較大 交通部長林佳龍編列六億元的預算 要在明年春節推出孝親補助方案 五十五歲以上的長者只要到北北基 桃園新竹方案內的旅宿住房 最多可補助四千五百元 每房每晚補助一千五百元 可使用三次 但民眾的反應卻是 如果再多一點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有小孩 所以會想住親子飯店 可是應該不便宜 台北市政府也加入搶救北市觀光 旅行社的團體旅客 只要走訪北市一個景點 再入住台北合法旅宿 就有一千元的補助 自由行的旅客也有福 只要在系統上傳身份證登記 每房也可折抵一千元 但對業者而言有幫助嗎 疫情的關係商務科進不來 所以其實在平日的部分 我們其實真的是受到蠻大的衝擊的 那住房率也只有三成 所以我們其實在整個政府的補助上 我們也希望就是可以 就是爭取這樣子的一個補助方案 方案細節尚未公布 但先前傳出只有補助台北 被中南部業者罵翻 交通部在調整補助內容 但不管什麼方案 期盼新一波的補助 能夠為仰賴國際旅客的台北 帶來信息向